欢迎来到杨阳说史 相信说到清朝大家都不陌生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慈禧太后 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狠角色 并且影响着历史 而她的一生也是非常奢侈的 她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 坐上了高位 掌握着政权 人人都屈服于她 而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备受争议的 不过大多都与训斥她比较多 而慈禧太后就有这么一个太监 她一直伴随在慈禧太后左右 并且时不时还为太后出谋划策 而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慈禧太后离不开李莲英 其实除了为太后出谋划策之外 她还有一方面比较厉害 也非常的强悍 虽然说慈禧太后是一个强悍的女人 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也需要被人关怀 内心也会充满不安 而此时李莲英就会成为她最大的依靠 其实李莲英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太监 她也明白自己将要做什么 并且还会哄慈禧太后开心 更把慈禧太后的生活 集合喜好掌握得非常熟悉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 所以办成了很多她想办成的事情 这也是她最厉害的地方 利用慈禧的弱点喜好和底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李莲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但是也可以说她对慈禧忠心耿耿 一直不离不弃 并且有在历史上提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因此后人对她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不知道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好了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